收入密碼 透過簡單按鍵 就可以存入或取出現金 ATM是財務管理最方便的工具 不過患有視神經萎縮症的吳辰雲 眼裡的世界全是模糊的 根本無法看清ATM螢幕 我有背起來有覺得那個領錢的方式 它按什麼1284 我可以領到一千塊 通常對我來說 我是只能在郵局裡面領一千塊 然後其他的部分 如果我要操作都只能請別人幫忙 都是自己的財產隱私 卻要讓他人操作 為了改善視障朋友的問題 儘管會引進視障語音ATM 只要插上耳機 就能聽見操作說明 但這樣的ATM 在台灣卻只有929台 來到823紀念公園內的視障ATM 甚至遇到耳機孔壞掉 無法使用的狀況 相較於視障專用ATM數量稀少的情況 配合輪椅足高度的ATM 在生活中看似比較普遍 但實際來到台大校區內的無障礙ATM 輪椅足全能接近ATM都好難 我完全感覺不出來原來他是無障礙的ATM 過去上面的那個坡道其實 彎道很彎 然後而且也不平 所以輪椅還蠻容易卡在上面的 無障礙坡道需要輪椅足直角轉彎 還不滿可能會打滑的落葉 ATM本身調降高度 卻沒有挖出讓輪椅能置放的空間 附近唯一的無障礙坡道 會讓輪椅卡住 領錢到底為什麼那麼難 市場ATM故障頻繁 深障ATM難以靠近 無障礙設置卻障礙連連 政府看到了嗎 謝謝梁春 許文寧採訪報導